这是我的ET7 这个是蔚来24款的ET7 怎么样 跟那23款是不是一模一样 因为这次它在造型上是没有变化的 但是这次多了一个新的配色 月灰银 还多了一个全新样式的21英寸的轮毂 轮毂的样式跟ET9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尺寸小一点 另外车尾还多了一个行政版的尾标 所以这次24款的ET7 应该会新增加一个行政版 好了 这就是它外面所有的变化了 它最重要的变化还是在车内 我们进车内看一眼 这次为了24款ET7 他们主打一个听券 因为之前的ET7被大家诟病的 就是后排的座椅太阳小板凳了 一个是椅垫短 应该是座椅的靠背比较直立 这次换上了自研座椅之后 首先它这个椅子的舒适度 比之前要好的 承托的起来会更加的柔软舒适 而且它这次调节的模式也非常多 比如你可以这样 它可以椅背跟坐垫联动 然后躺倒 搭配上这个小软准 这样躺的还是挺舒服的 而且它还有一个一键尊响 这个小按键看到了没有 你一按 复驾座椅就收起来了 给你一个非常宽大的腿部空间 之前这个配置基本上都是 这种行政教车才有的 所以加这些功能之后 ET7这个行政级纯电教车的身份 就捞得更实了 另外它这次在椅垫跟靠背的通风 加热功能上都是独立调节的 就是我可以只开椅垫的通风 假如你腰不好的话 就避免你的腰受凉 对不对 除了座椅的变化 但这次还有一个变化 就是它的中央扶手 比老款也变得更加宽大 然后整起来这种舒适感会更好 另外它还新增加了一个 大家比较喜闻乐见的配置 就是这两个40W的无线充电 你把手机这样放这 就充上电了 就再也不用很麻烦去接USB的线了 这个是要点赞 24款的ET7也加上了 之前出现在EC7 还有ET5T上搭载的可变光的天幕 而且它分成了前后两块 就是可以独立控制 就是如果后面是多的夫人 或者小孩 你就可以把它调成最直光的模式 毕竟它们怕晒 24款的ET7除了上了自研作以外 后排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就是多了两块娱乐屏 14.5英寸 然后OLED的材质 3K的分辨率 加上它现在是一个整体 以黑色为主界面的显示的方案 所以它看起来高级感还是很强的 符合未来一贯的调性 另外跟现在很多这种 后排娱乐屏是单独的 就是插拔的那种不同 它是固定的 像那种插拔的 因为你车在开的时候会颠簸 会导致你的屏幕也会颠簸 所以观看效果不是很好 所以为了让这块屏幕不颠簸 它们甚至在后面的 也被里面加了一个阻尼器 就是让你屏幕在开车的时候更平稳 让你观看效果更好 好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 它整体的UI设计 它整体的UI是偏暗色的 所以看起来很高级 然后上面有未来标志性的天际线 目前它们是三个固定的卡片 最左边是导航 中间是音乐 右边是对座椅的一些控制 然后下面是一排的托克兰 它的导航的功能 主要是为了方便 老板在设置一些路线的时候 好 我现在设置一个路线 它就可以直接投到前面的中控屏 然后司机确认就可以开走了 中间的音乐就不多说了 不过它这次整体的音响是有升级了 升级到了23个扬声器 然后总功率是2230瓦 也就是ES8上的那一套音响 至于大家听起来怎么样 我们会在片尾放一旦录音 给大家体验一下 最后面一个就是座椅调节了 这也是这辆车后排屏最重要的一个功能 我觉得 因为如果你把它作为一个行政定位的话 它可以调节前排的副驾座椅的角度和前后 然后控制左右两侧座椅的功能 就比如 你坐在左边 然后右边接的是客户 你可以给它打开遵享模式 然后这个椅子就会躺倒 对吧 你就会客人吗 你要对它更好一点 回到主边的话 下面多克兰就分别是调节温度 然后它一个不限投屏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手机扫码 然后把你手机的内容投射上去 就是来应对它的应用生态 不是那么多的情况 这边它可以 里面有爱奇艺 腾讯视频 Bilibili 这些主流的视频软件 你可以把这个爱奇艺 分享到 左边屏幕 就是如果当你是跟夫妻两个人在车内 想安静一会儿 享受一会儿 你们可以两颗屏 播放同样的内容 就不用扭头看来看去了 这点还是挺赞的 当然这个屏幕也可以分别控制 就是如果当两个人需要看不同的内容时 这点就要提到它派的一个很细心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支持蓝牙耳机的连接 好 它上面显示耳机应急连接了 所以就不会打扰到车内的其他成员 好 这是ET7后排的一些变化 当然它前排也是有一些些改变的 我们现在去主架位置看一下 第一点就是它也上了这个自言座椅 它首先的变化就是它的包裹感会更强 因为老板的座椅有点像板凳 另外这两边还增加了一个侧翼的支撑 还有一个就是前面的抬头显示 面积会更大一点点 可以显示更丰富的信息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中共台上方了 之前它是这样走的 是绕过来的 现在它是绕到后面 这种面积会更大一点 另外这个Nomi的凸起也更小一点 看下来会显得更加精致一点点吧 好 接下来我们就把它看起来 看看24款ET7在驾驶层面有没有变化 好 我们现在已经把新款ET7开起来了 它们这次在底盘层面的变化其实没那么大 首先双电机动力没有任何变化 另外在底盘层面 空气悬架的容积这次有所增加 然后悬架的阻尼增加了6%的调节范围 但是就我今天的体验而言 我没有感受出新款的ET7跟老款ET7在底盘上有太大的差异 可能有一点点就是它在出弹的那种小七岁的颠簸 过滤的会更彻底一点 就是整体的舒适性会更好 至于像那个4D底盘 现在这个新款的ET7肯定是有的 因为老款的ET7已经推送了嘛 它就是根据你之前的车跑过的周段路扫描的信息 然后结合导航来给你提前调节悬架的阻尼 保证你的舒适性 不过未来说 它们后续是可以做到 就是不开导航它也可以进行调节的 我们可以到时候期待一下 我们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24款ET7的一个五感泊车 它就相比于之前的手机遥控泊车 如果你用是Neofone的话 你下车不需要进行任何操作 车会自动进行一个开始泊车的操作 所以如果你现在是未来二代平台 并且你是领航版 他们已经推送了这个功能 好 我们现在已经选定这个车位了 选择车位 选择手机遥控泊车 我现在下车 你们可以看到我是不会对这个手机进行任何操作的 它现在已经启动遥控泊车了 给它选择这个车位是有一点点难度的啊 因为左边这边是有一个柱子 它到车的时候 那个活动区域会相对的受限一点 OK 它已经停好了 行 它上面手机上已经显示泊车完成 所以说如果现在看24款ET7的话 我觉得它已经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短板了 无论是驾程品质还是说它后排的乘坐舒适性 都完全对得起它一个C级纯电轿车的身份 当然还是要看它的价格 不过我觉得24款ET7的价格 应该不跟老款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这一点的话我们在北京车展就能知晓了 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文涛 这里是42车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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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ip 이런 gifts 拜拜 Bitcoin 父母 中共 QAQ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